接着啊,批谣一个网络人民谣言 这个大家都听过吧 就是三星堆不能再挖了 恐将颠覆人类文明 爪子呢,就伸向三星堆了 所以说呢,我们得说说 不然的话,这谣言再传啊 宇宙飞船它都能给你传出来 本来一好好的古蜀文明 就这么着被糟蹋了 这就跟永乐大典一样啊 本来是一部浓缩了我们中华文明 几千年的一部伟大的著作 现在呢,网上只要一提 你看,下边碧根的蒸汽机 量子力学,给人印象 好像一部反制书一样 都成一个梗了,被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所以说啊,必须得说一说 杀住这股邪风 三星堆其实国家出过好多 考古纪录片,只不过大家不看 因为它都是一些考古硬知识啊 看着跟上课一样 所以比较枯燥啊,肯定没那什么 外星人啊,什么三星堆下潮之类啊 就这种吸引眼球 首先我们来说三星堆的类型啊 文明它一共分两种 一种是原发性文明 一种是次生文明 原生文明顾名思义嘛 在发展的过程中 它没有受到外来的影响 它是独立发展的 次生文明 则在其发展过程中 受到了外部强烈的影响 三星堆就是典型的次生文明 它的主体原因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这个不是我说的啊 博物馆介绍里有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那整个属地文明 它是怎么来的呢 它主要是受到了马家窑文化的影响 这是新时期时代 马家窑文化 又是养烧文化 庙地沟的一个西岩 这个根据现在淘气的文式类型 它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路线了 具体内容呢 大家可以看看央视的那个 古蜀瑰宝 迁徙于荣和立即 它从这个马家窑遗址 银盘山遗址 桂圆桥遗址 三星堆遗址 宝敦遗址 金沙遗址等遗址的眼睛脉络 人家都给你讲的非常清楚 这都是我们国家考古的成果 三星堆文明 简单来说啊 它是受到了中原文明 与长江中下游文明影响 但是呢 又具有自己本土特色的一个次生文明 你去看三星堆 你别老看它那面具啊 那玩意是祭祀用的 它出土了很多其他东西啊 玉器 陶器 青铜器 你看这些的实践 你就会有种感觉啊 这玩意我是不是在哪见过 这文士我好像在哪见过 没错啊 你见过就对了 你看看三星堆的遗址 遗址 遗坟 它就来自于长江中下游的梁祖文化 我们可以找一找梁祖文化的遗址 你跟三星堆文化的对比一下 那几乎一模一样 比三星堆稍晚一些的金沙遗址 就出土过一个来自于梁祖文化的诗节遗址 有人问 你怎么知道那是梁祖的 很简单呢 那玉它就不是本地玉 它是从梁祖那块带过去的 这个具体啊 你看人金沙的那个馆长是怎么说的 他说应该是当时梁祖人们啊 迁徙的时间 好的东西呢 他不忍一气 那就把它带到了属地 你再看三星堆的豫章 陶和 高饼斗 那就是受到了二里头的影响 你不能说二者长得一模一样啊 相似度八九分还是有的吧 你再看看那些青铜尊 雷 你看看这些器物 明显就受到了阴商文化的影响嘛 你看看那些器型 你再看看那些文士 饕餐文 云雷文 典型的阴商特征 还有就是三星堆出土一些 看起来跟堆积木一样的那种 拼合青铜器对吧 很多人看到之后又开始胡扯了啊 什么外星人 要么就是什么西亚的 要么就是古埃及的啊 外来文明 反正就是各种瞎掰 但是我们说啊 恰恰就是因为这些青铜器 它反映了三星堆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出品 我们看这个一个兽 一个污者 头顶顶的这个叫什么 稍微有历史常识的都知道吧 尊 一个中原文化风格的尊 我们再看这个 底座一个雷 中间一个古蜀风格的神像 上边一个孤 雷 孤 这都是典型的中原文化的旧气 这些看似奇特的青铜器呢 它既有蜀文化奇特的创造 又体现出了中原文化强烈的影响 再次展示了灿烂辉煌的蜀文化 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很多东西 你但凡去博物馆看一看 哪怕呢 你有那么一点点基本常识 也就不会相信网上那些谣言了 我们再说句三岁小孩都能理解的吧 谁家外星文明玩青铜啊 三星堆文明 我们可以这样说啊 我引用三星堆博物馆的原话 早在4800年前 些民就来到了三星堆生活 他们大约在4100年前 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文化 接着开始修筑城墙 距今3300到3000年左右的时间 开始铸造青铜器 三星堆是一个非常灿烂的文明 我不想看到啊 又给他搞邪乎了 什么外星文明 什么域外文明 动不动又颠覆人类了 就像开头说的 跟永乐大典一样 本来嘛 一部伟大的著作 被那群人弄成这样 这不是在宣传们的文化 反而是在糟蹋 是一种低级红 高级黑的行为 这一天 感谢观看